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老司机小货堂 本期我们讲涡轮发动机 到老司机APP搜索老司机小货堂 就能搜到以前的内容 那涡轮发动机它的功率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们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商都开始使用涡轮发动机了 那么它的标榜就是更省油或者功率更大 那为什么有了个涡轮它的功率就变大了呢 我们在之前讲过涡轮增加器的工作原理 它是使用排气的能量去推动一组叶片 然后主动的为发动机进气 那么进气的能量提升了 它的进气量大了 肯定发动机就吃的更多 我们配合更多的燃油喷射 它的功率就上去了 这个原理好像特别的容易理解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个你们可能没有仔细想过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简单的 把一台自然吸气发动机外挂一个涡轮去压榨功率就完事了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发动机能力的门槛 发动机的钢压实际上最高只能到一共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受制于一些设计的原因 材料的原因结构的原因 发动机的钢压最高到了一样的数值就不可能再高了 像我们自然吸气发动机 然后我们把压作品提高到13.5 其实已经非常苛刻了 这时候如果你外加一个涡轮去再次的提高钢压 发动机肯定是受不了的 那189就当场爆掉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很多深改的涡轮发动机 或者就是自然吸气改涡轮的话 我们都听到一个词叫做要降压缩比 都说压缩比降下来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去容忍更高的增加值 这个听起来特别特别的合理 但实际上你们忽略了降压缩比 它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增大燃烧水的容积 比方说一台1.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它的燃烧水的容积是这么大 那么一台3.0升同样压缩比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那它的燃烧水最后压缩完以后 肯定是三倍于1.0的这么大 那如果说我们把一台1.0的发动机 它的燃烧水通过降压缩比变成3.0这么大 那就是说我们把它的燃烧水提高到三倍 那这时候它的燃烧水可就拥有了3.0发动机的空间 那么我怎么让它拥有3.0发动机的钢压呢 那么这时候就通过温轮增压器 把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提前进行压缩 如果我们把它提前压缩到两个8的一个相对压力 或者说叫三个8的绝对压力水平 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三倍于常规大气压的这么一个进气量了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当一台1.0的发动机 我们用一个更大的燃烧水 然后有更大的增压值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的燃烧水里去模拟一个 比它排量大了多的发动机的一个燃烧水 那么它工作起来也更像一台大排量的发动机了 这个才是温轮发动机提高功率的一个奥 那当然了它的燃烧水变大了 同时它的喷油量也会变大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多的油气去参与燃烧 功率也就上来了 另外还有就是波伦多亚发动机 也有于它本身的一个特质就是它有中冷气 我们都知道空气在压缩的时候会变热 但是波伦多亚发动机我们可以通过中冷气 让空气再进入发动机 以及在中冷气里先进行一个冷却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是把发动机的承载能力又上升了一个水平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很多的波伦多亚发动机上 我们是可以容忍再稍微钢一点的一个钢压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许多波伦多亚发动机 我们可以把马力上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线轴箱 1.6T的F1发动机 1.6升能做到1000% 但是自然气息发动机6.5升的赛用也只有1000% 只有这个词不太合适 但是你能明白1.6升和6.5升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排量区别 但是它们的功率表现是一样 另外再有一点就是不要忘了汽油它本身除了去参与做工燃烧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能够帮助发动机的钢体进行一个冷却 汽油在里面挥发的时候是可以带走多余的热量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温轮增压发动机它的最佳空燃比一般会更浓 我们之前说的自然气息发动机它的空燃比一般是在12.5到13.5之间 但是温轮发动机呢我们要把它浓到11.1甚至11.0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浓到11份的空气最一份的油 那这种情况下也是为什么温轮发动机很多重改的车型 它们在起步的时候会从排气里面出来一股黑烟 那是因为发动机在用浓油给自己进行一个保护 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原因 我们才能够把温轮增压发动机去压制到一个新的高度 像之前我们改的那台4域1.5T发动机 我们轻易把它做到了367马力 这个不是什么IVE集团 不是什么高阶的赛车队 只是一个就是我能参与的很普通的这么一个机构 就能够做到这样 它还有包括之前宾瑞的那个1.0T国产发动机 我们做到了234马力1.0升 这也是倚仗着温轮增压发动机的本身的这些特性来实现的 那好的 我们本期的小课堂先聊怎么多吧 那关于温轮增压发动机的大马力的奥秘 你了解了吗 圣诞快乐 有分享